200万港人616上街反送中 对香港739万总人口来说 相当于每4个人就有1人走上街头 昨天晚间8点半 香港特区政府发表新闻稿 称目前停止修订逃犯条例 并没有重启的时间表 虽然林郑月娥道歉 但却完全没有回应港人要求 撤回条例与下台的要求 游行持续到昨天晚间 民众得知林郑月娥道歉 却不回应撤回恶法 因此群起喊林郑无耻 而香港特区政府的声明中 仅对于政府工作上的不足 让香港社会出现矛盾与纷争 使市民失望致歉 特首林郑月娥虽然道歉 但完全没有回应香港市民游行诉求 包括林郑下台与撤回恶法等等 今天617星期一 香港多个团体响应三罢行动 罢工 罢市 罢课 要求港府撤回送中条例 国島卢下台与建议 国島本博物娥虽 Flagingo 国島市 罢市 罢市 公里封图 ír的